食一次素等于风的翅膳 食一日素有百日福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 让你成为传厂最亮的仔 法师山药 我是翅膳素食大厨刘勇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那么热吃一下 多温 现在开始有点猫泡了 就差不多可以了 这样 炸它五分钟就差不多了 感觉一下它有点浮起来 有点轻飘飘的感觉 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放一点点油 白糖放进去 大家用筷子来拔了那个糖 不要用勺子 用勺子不好弄 你看那个糖开始变颜色 小妙招 要用棉白糖 不要用那个粗粒的白糖 用棉白糖 拔出来的丝就比较油和 比较好看 它丝有很多种方法 有油滑有水滑 我这个是水滑 水滑比较烤细一点 然后那个时候可以把火给关掉 一点点麦芽汤 不要放太过 没有可以 也不放也可以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火给关掉 因为火就很热了 最后一个秘密武器 放一点白醋下去 一点点就可以 好 开始吧 趁热把山药倒进去 好 把它全部都裹上 滑去之后 在上面 辣点芝麻 来 看看那个效果 把他们的效果 完全可以拉两米长了 用锅里面剩下的糖浆 用筷子清晶调起来 调成一丝一丝的 围绕在一个干净的碗上面 多绕几遍 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鸟巢 这个用来做装饰 放在八十三要的上面 这套菜学会了 尤其就可以炫技了 我记得我当时 把这套菜学会的时候 到处会炫技 全场鼓掌就靠这一个了 好简单